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师傅说 儿子当天买了两张这样的彩票 晚上回家刮开后 激动的给他打了电话 刘师傅提供了这张彩票的照片 乍一看 照片中这张彩票上第三个中奖号码是03 下面我的号码区里也有数字03 03下方的金额写的是100万 还有一个中奖号码是22 在我的号码区里面也有 下方的金额是20元 我心里确实很惊讶 我经常买一批彩票的 我都梦都没想到 等着中一百万 我家庭情况也不好 我打工 我现在五十多岁了 我出来打工 我经常买彩票的 有福利彩票 还有体力彩票 那我就困了啊 有没有想过这一百万之后怎么花 我记得 给儿子把房子去盖 去个媳妇 从我十二岁买彩票的时候 一直就是 然后 就一直刮那个 没有种过 十二岁就开始买了 十二岁就开始买了 是不是也一直有梦想过哪一天种的 对 是的 刘师傅说 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一百万块钱 第二天 他就和儿子赶到宁波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去对讲 出示了身份证 他告诉我 你来大奖号码 售自己作假 我说我没买这个彩票 我很可能作假吗 这不是小售模样 这要作假 你要骗取了 要判刑的 按照刘师傅的说法 当天他们只领到了二十块钱奖金 而且福彩中心还收走了那张彩票 我就感觉很失落的 我说 我买东西是你们正规开店的 我说你们正规店买来的 因为我没听多长时间赶紧过来了叫你们对了 你们说是造假了 当天 刘师傅和宁波福彩发行中心两方都报了警 采访中 记者也选了一家福利彩票店买了一张呱呱彩 老板说 几十块钱的奖金还是比较多见的 记者刮开看了看 中了二十块 采访中一说到一百万 刘师傅就显得很激动 可宁波福彩发行中心表示 彩票是伪造的 那刘师傅手里的彩票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刘师傅说 儿子的彩票是在宁波江北中华路上的这家中国福利彩票店买的 店里的老板娘陈女士说 店里最多只能兑换一万块钱以下的奖金 刘师傅当时说中了一百万的大家 自己也惊呆了 就提出想看一看那张彩票 但被拒绝了 他没中 就是他把另外一张的就是那个号码了 就是副字 就是那种印上去人的吧 就没中 其实那张彩票 真正的彩票就中了二十块而已 你看03的拼音是什么拼音 他这个是什么拼音 你看 你看03拼音是这样 一看就是假的 他还有这个司法鉴定 这是06吧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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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316 你的拼音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看 你这里03的拼音 你看 你上面数字改了 你要把拼音也改了呀 放大仔细看刘师傅提供的彩票照片 能看到 在我的号码区域 数字03下的拼音是03 跟数字能对得上 而中奖区数字03下面的拼音却是16 拼音跟数字对不上 刘士不坚持 他们没有在彩票上动手脚 记得找到宁波银州区 曙光路上的宁波市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呱呱彩部的余部长说 当天刘士不来对讲 工作人员仔细看过 他出事的彩票 余部长提供了刘师傅的那张彩票 肉眼看 的确能看出中奖区的数字03 有粘贴的痕迹 记者还用手动了动 有一边还翘了起来 余部长说 事实上刘师傅就只中了20块钱 他们也已经给他兑换了奖金 刘师傅声称的百万大奖 根本是子虚无有 他这个彩票已经中了20块了 假如他再中了100万的话 那这个彩票是100万020块了 那我们这个彩票设央的规则 游戏规则上面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奖金 根据2009年国务院通过的彩票 管理条例第42条 伪造变造彩票 或使用伪造变造彩票对讲的 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是非常严重的 为此记者再次询问了刘师傅父子 这个彩票是你亲自刮的吗 是我亲自刮的 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彩票也是你从那个站点买的 还是从别人手上的 从站点买的 看数字的 他偏移还没辨识的 没学过 看那数字对出来 刮出来就是那样 于部长说 他们认为此彩票为伪造变造中奖彩票 但不确定是谁动了手脚 所以会把这张彩票封存 交由法务部门处理 买彩票 大家是为了献公益 不是为了这些业报复 然后还提醒各个彩票 就是买这种呱呱的彩票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 它这个所有的覆盖模是否完成 你假如就是不能有任何地方 出现裸露的情况 这个然后是希望大家就是理性购彩 不要过度沉迷彩票 181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